長哥解釋劇中角色為何叫十七 更揭開七和十七是根國密碼 我問過彪哥 他說為何改十七 因為在《易經》的81理數裏 十七是代表正直堅強勇往直前 他是覺得柴十七的性格好似 所以他用了十七這個字 也有另一個想法 在《易經》裏面 十七卦是叫除卦 除遇而安 他希望自己的心境 或者整部電影 或者每個人都努力拍攝這部電影 但得失隨遇而安 真是很有意思 你知不知道七和十七 在我們的電影裡很多時都出現 我們最後一天下班就是十七 我剛去上海 在香港飛的閘口是十七 去到上海的輸送帶也是十七 還有我們拍劇的時候 每一天一個星期有七天 而且我們都試過… 在拍劇的時候 很邪 而且我們都試過七歲和十七歲 不是試過開零七 經常都開零七 又試過收一七 唉呀… 你不說氣我也不覺得 很邪 很邪 但這部電影是在八點半播 所以大家記住要留意 根哥蕭紅之 圓崖 э… 後來是… 再來…